通过后视镜,老朴看到了狗圣的鬼魂,他急往转身查看,只见狗圣的手提包出现在后座,老朴心惊胆战地上前打开了手提包,小翠的头颅赫然在目。 转眼,时间来到七年后,小花已经长大成了,这天,两位同学找到小花玩通灵游戏,但试了好几次,硬币却没有任何反应,就在三人打算放弃时,桌上的硬币开始诡异地移动。 小花低头一看,硬币上多出了一根手指,下一秒,小翠的鬼魂猛然出现,吓得小花慌忙站起身,然后匆匆离开了教室,而这两位同学也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。 在上厕所时,小翠的鬼魂一闪而过,下一秒,画面来到当地警局,警察阿川发现地上出现了一盘磁弹,而这正是七年前狗圣自杀时录制的死亡录音。 下一秒,磁弹突然掉落在地上,并开始诡异地转动。 此时,阿川被迷惑,开始播放这段死亡录音。 一旁的老警察察觉到了异常,他急忙冲上前,停止了播放,然后将磁弹扔在了地上。 伴随着磁弹被踩碎,阿川也恢复了意识。 事后,老警察向阿川讲出了这盘磁弹的由来。 七年前,正是他和另一名同事,接手了狗圣家的灭门惨案。 可当同事听完录音后,却莫名其妙地自杀身亡。 而这盘磁弹早在七年前就已经被老警察丢弃。 到了晚上,阿川查看了七年前的灭门惨案。 那盘磁弹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珠子上。 看来,阿川也将在劫难逃。 与此同时,小花回到了家中。 他惊恐地转头看去,小翠的鬼魂赫然出现在角落。 小花回想起当年小翠向他求救时,自己却没能出手相救。 他不停地向小翠盗窃。 幸运的是,小翠的鬼魂并没有伤害他,而是留下了当年小花送给他的玩具胸。 故事也在小花西味的眼神中结束。 看到这,你一定会有很多疑问。 狗生为什么会杀掉自己的家人? 相信看过咒验系列的人,应该知道凶宅的诅咒是如何传递的。 狗生之前看到的勾搂鬼影,以及那晚听到的死亡录音, 其实是小翠和奶奶被凶宅诅,产生了咒验。 所以才迫使狗生杀掉了家人。 当一家六口搬进凶宅的第一天,就注定了悲惨的结局。 至于小翠和奶奶为什么会杀掉哪些无辜的人? 众所周知,咒验中的阿飘根本不分青红皂白。 任何有牵连的人都会被残忍杀害。 但小翠唯独没有伤害小花,因为小花是她生前最好的朋友。 而小花也是咒验系列中唯一一个卷入咒验,却没被杀掉的人。 好了,今天的解说到此结束。